我们现在要来练习纯文字与二进卫档案的输入输出 同时也会再练习更多的绘图技巧 那我现在要来示范第七个练习 这是纯文字档案的输入输出的练习 好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我有准备一个是从大气资料库下载的气象局 台北站2012年8月份的车站记录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第一栏这里是台北站的测诊编号 然后第二栏这里就是年月日 接下来就每个栏位是不同的观测资料 这个就是很标准的ASTI的档案 你可以用比如说用记事本就可以把它打开来看 你如果在UNIX环境下你就是用BI把它打开来看 那像这种档案的话 它必须要搭配它的资料说明 所以通常看你在哪边下载资料的 那边一定会提供资料说明 所以像这笔资料的话你就要去看这个资料说明 它会跟你讲说它的每一个栏位是代表什么意思 那像以这笔资料来讲的话 它这边比如说测诊号码1到6就是表示它的位元数 从第一个位元一直到第六个位元都是测诊号码 所以就是看这边 所以1 2 3 4 5 6都是测诊号码 第7格是空白的 第8格开始是时间 所以8 9 10 11 12 13 45 到第15格都是时间 所以你就看到这边它就会写说年份是8到11 月份是12 13 日的话是14 15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去数 那这个就是你在 譬如说你在用Fortium读这个资料的时候 纯文字档用Fortium读进去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算第几格是什么东西 就是要看这边的数字去算 我们现在想要画的是把这个 这笔资料里面的温度和相对湿度读进来 然后同时我们也要把这个时间 至少要把日期读进来 平均气温在这边是这一个 然后相对湿度 平均相对湿度在哪里 相对湿度在这边 所以你要自己去算 根据资料说明去算 到底哪一个栏位是温度 哪一个栏位是相对湿度 在NCL里面的话 它跟Fortium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 它可以不需要一格一格这样算 它可以辨识一栏一栏一栏 NCL它可以辨识 就是你如果是用逗点或是用空白 去分这个栏位的话 NCL是可以辨识的 所以它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很大的表格读进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范例的程式 所以现在我的档名叫这个名称 我已经把它弄到我的工作站上面了 那NCL有提供两个方选 这边它可以去算 这个ASCII档案里面的column 就是有几个栏 然后也可以算有几个row 有几行 横的有几行 值得有几列 这样子它都可以算 那算出来之后 我就把它叫做 Num of Column Num of Row 这样子 我读这个ASCII档案的方式 就是用这个ASCII Read的方式去读它 所以FN一样是我的档名 然后这边就是 我可以跟它讲说 这个table 这个表格读进来 它的row有几行 然后column有几栏 这样子可以先跟它讲 这样子它们这个NCL在读table的时候 就会照你这个格式 把资料全部读进来 那我这边是用double 会这样用的原因是 因为我要把这个栏位 就是年月日读进来 那它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 那当然我们这样用眼睛看 它是一个字串 没有错 但是你读进NCL之后 它会把它当成数字 如果你这边放integer 那它就当成一个巨大的整数 或是放float 浮点数 那它也是一个巨大的时数 会超过那个范围 所以我这边用double 背景 这个table读进来之后 把它叫做data 所以data就会是一个二维的阵列 维度的大小就是我刚刚算过的这个 Num of column跟Num of row 所以现在 第一个栏位是侧占编号 我就不要 就丢掉 我要从第二个栏位 我只要把第二个栏位抓出来 那第二个栏位的编号是1 所以这边要写1 温度的话是这一栏 那你可以自己算看看 它应该是第13个栏位 那你这边必须要写12 相对湿度在比较后面 在第31栏 所以你可以 table读进来之后 把你要的那三个栏位 特别抓出来 然后我就把它存成 我要的变数名称 那这个时间 我们那个 刚刚那个 八位数的时间 我可以用这个 sbrntf 列印的时候的格式会是 八位数 小数点之后不要印 任何东西 这个格式的话 你在那个 C语言还有Vortium 都是用类似的这个格式 再来这三个变数 我把它读进来之后 我想要把它 output出去 变成一个比较简洁的 ASCII的档案 那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首先我希望印个title 这样子 我事后在看它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这三个column 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希望存成 第一个column是时间 第二个column是温度 第三个column就是我相对湿度 那你如果是用小括号刮的话 这样子 所以我要先把这个 title把它写上去 接下来我要把 这三个变数 都在一起 那我可以用这个 中括号写线 把这三个 一维的阵列 把它并在一起 那这样子写的意思就是 它就会排成 第一个column 第二个column 是温度 第三个column 就是相对湿度 那你如果是用 小括号刮的话 它排的方式会不一样 你们可以自己试看看 那接下来写出去的时候 你可以用ASCII write 或是用这个 write table 我现在是用write table write table 后面接的这个 第一个部分就是 我写出去的时候 希望它叫什么档名 w的话就是 就是create一个新的档案 然后把资料写进去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写了两行 第二行的话 我一样写到同一个档案 但是我不要覆盖它 我不要覆盖前面的 已经写好的东西 我要append 就是把后续的资料 就是把后续的资料 就接在后面 依序把它写下去 所以这种A append 我们来看第一行 我写的就是title 就是这个我刚刚自己定的title 那这title 这三个都是字串 所以这个percentage s 表示是字串的意思 string的意思 所以这三个都是字串 那你这边要写几个 就是看你这个中括号里面 这里有几个 要一对一 要对好 第二行 write出去 append 在前面这个title 后面的就是我 刚刚已经把三个资料 逗起来的这个大一点的正列 那这个你也是一样就是 它有三个栏位 所以你第三个部分 这里的输出的格式 也是一样要有三个 所以一个 第一个我希望它用字串的 现在我已经把它印成一个 八位数的 限制它印出来的时候 是个八位数的数字 我输出的时候 我刻意把它输出成字串 第二个跟第三个就是 十数了 所以我就直接 给它一个格式 就是八位数 然后就是八个位元 最后两个小数点一下 这些两个位数而已 好 那我现在除了输出 我现在输出完之后 我同时希望 做一些非常简单的统计的分析 我希望可以很快的看一下 这个八月份的平均温度 所以我可以用 average t 来计算八月份的平均温度 那我可以把最高温度 找出来 就用这个maximum 刮好t就可以了 那我也可以算一下 standard deviation 你可以用stb dev 这个是 那是有里面附的 做统计的函数 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 那我就顺便把它印出来 从此印了一些字串 等一下印在萤幕上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那你要记得就是 你在算这些东西之前呢 你要设一下它的缺失值 那以这笔资料来讲 它是-9999 这个你要去看资料说明 每一种资料它的缺失值的表示方式不一样 所以你这边不能照抄 你要看你的资料 里面缺失值到底是什么 你这边要写上去 如果你没有设的话 然后你刚好有缺失值在里面 那你做平均 或是做标准差的时候 就会算错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执行它之后 会出现什么 所以我们执行它之后 就会印出刚刚的这个 简单的统计结果 那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刚刚输出的ASCII档案 所以我刚刚这样做起来 我输出的ASCII档案 就会是 第一行就是我一开始写的title Date 时间跟相对适度 那第一个栏位 就是对应我的Date 就是年月份 第二个栏位是对应到这个T 第三个栏位是对应到这个RH 那你如果希望它排整齐的话 你的在Output那边 你就要做一些格式的设定 那那是比较进阶的技巧 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在看官网去研究